到了高雄海軍 一名168艦隊的士兵確診 他在21號到28號 是連休了8天的長假 除了回基隆老家之外 在26號還到台中去喝喜酒 28號回到了高雄營區才發病 那麼左營軍區也進行了大清潮 足跡橫跨了北中南 可怕的是台中這場喜宴 總共是有3人確診 不過中央認為他不是在喜宴感染的 目前還找不到感染源 海軍艦艇出動氣勢磅磅 但這回又中招 有一名官兵確診 確診的海軍按23277 21到28號休假8天 除了回基隆家 26號到台中喝喜酒 通常爆出3個人確診 28號到南港搭高鐵 收假回高雄 足跡跨北中南跑偷偷 他可能去的地方 可能也不只是基隆 0165車次座位是第四車廂10A 在晚間的11點05分抵達高雄 確診海軍26號到台中喝喜酒 28號回高雄隔天八病 30號確診CT值20.8 他打過兩劑AZ和一劑莫德納 是突破性感染 軍方緊急匡列艦艇上80多名同袍 目前全都踩贏 而台中這場喜酒 另外還有兩名台北人也確診 三個人確診足跡到過零酒店 在台中歌劇院喝喜酒 另外還到好樂迪夜唱3小時 但中央目前排除是喝喜酒染疫 只是感染源不明 難道和基隆的小吃店有關 被台中的其他個案 所染疫的可能性相對是低 疫情再度燒到高雄海軍 2020年4月 敦目艦隊36人染疫 將近兩年後 海軍168艦隊再中招 另外高雄化工廠染鏈再加一 目前累計24人確診 本土疫情hold不住 海軍再失守 就怕還會持續燒 記者 綜合報導